几个月前,我们还能经常看到推荐猪油渣拌饭的短视频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它突然间就不火了 甚至现在还有人声讨猪油渣,说它致癌,堵塞心,脑血管 那猪油渣真的有这么大的危害吗? 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地吃猪油渣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让人又爱又怕的猪油渣 其实要想知道,猪油渣到底能不能吃 除了大胆的亲身,实验以外 还可以通过阅读科学文献来进行求证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 首先都要搞明白这猪油渣是怎么来的 在过去物质生活比较匮乏 油和猪油都是一种比较贵的生活物资 而油作为烧饭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大多数居民虽然不会多买 但是多少会买一点 可不是生活必需品的猪肉就不同了 一般就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 不过就算大人不在乎 家里的孩子也不能长时间不混混心啊 于是几乎 每家每户都会有自己的炼油小妙招 到市场上花钱买一些肥肉 或者直接买一块比较便宜的猪板油 洗净后细细的剁成扫子 再放进锅里熬 在熬的过程中猪油就会自己跑出来了 那原本的炼饮油的肉就变成了猪油炸 虽然炼油的猪肉原本就是没什么人要的肾肉 但这好歹也是肉啊 更何况它还是从油锅里捞出来的 这可不能浪费 于是在80后的回忆里就出现了扎派美食 猪油炸炒青菜 猪油炸炒豆腐干 以及懒人既能省事 又能满足口腹之欲的猪油炸半份 虽然这跟猪肉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千万不要瞧不起猪油炸 这可香了 闻起来就油香味十足 吃起来焦香酥脆 而且在炼油的过程中 原本的大量油脂都跑出去了 猪油炸里剩下的都是蛋白质和残存的少量不饱和的脂肪 不仅口感好 还可以为干活的人提供很多能量和营养成分 再加上在制作过程中发生的美拉德反应 让猪油炸产生一些深棕色的物质和焦香的风味成分 这才让它成为80后童年的限定美味 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怀疑猪油炸致癌了 原因就是它的制作过程 油炸 早在2000年的时候 就经过研究证实 石油油炸食品确实是有可能致癌的 因为在油脂持续受热的时候 就会发生氧化 黄化等多种化学反应 产生大量的油脂氧化聚合物 其中就有一种多环方氢类致癌物 它能诱发多种良性或恶性肿瘤 增加患胃癌肠癌等消化到癌症的机率 之后国家也很快就告诫民众 要想有健康长寿的身体 除了要运动 更要有合理的饮食结构 少吃油炸食品 学会控糖控盐 就这样长期下来 中国的传统饮食方式也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改善 再加上现代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 我们不再需要为了保证脂肪的摄入 而去买油炼油 猪油炸自然就开始慢慢的推出中国人的餐桌了 那猪油炸会不会堵塞心脑血管呢 这个问题反而不好回答了 有人认为猪油炸中含有大量饱和式脂肪 不易被人体吸收 这是它诱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每百克猪油炸中脂肪含量就高达89.3克 而去皮鸡胸猪里吉草鱼吉鱼等油脂含量大概在5%到7%左右 相比之下猪油炸中的脂肪含量几乎要比这些常规的食物高了近15倍 最长期食用的话会导致人迅速变胖 并且血液中的脂肪含量也会迅速增加 非常容易三高 而以上应该也是大多数人对吃猪油炸的看法 因为它是罪恶的油炸 但事实上网上除了有猪油炸的声讨大军外 还有一部分人是极力的维护猪油炸的 那说了这么多 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这猪油炸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从吃的角度上来说 猪油炸当然是可以吃的 只要是喜欢那就随便吃 但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猪油炸还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油炸食品 虽然猪油炸里面含有的脂肪和热量 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但也分好坏 比如其中的饱和脂肪就不利于健康 经常吃猪油炸的话 非常容易引起人体内的脂肪过剩 导致新陈代谢的速度跟不上体内脂肪的产生 这样的结果就是过多的脂肪堆积在体内 不利于人的健康 而且炼油的过程中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 如果炼油的时间太长 猪油炸还很有可能会被炸糊 糊润的猪油炸对食用者胃和肠道的健康 都有很大影响 如果是非常喜欢吃猪油炸 或者是食欲不好的人 可以适当吃一点 但吃的时候最好不要为了追求口感 拿去二次油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猪油炸外 提炼出来的猪油也不要多吃 因为它们都是冻油 富含大量的饱和式脂肪酸 说到这可能会有人抬杠 说以前吃了那么长时间的猪油 怎么现在就不能吃不健康了 其实没有不好的食物 只有不好的搭配 没有最好的食物 只有最好的平衡 合理饮食方能健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 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